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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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换个环境放松 有些环境时间太熟悉了 有些环境可以放松 环境就可以 如果像看这个经典的话 你比如说看经典 最初是最 看什么是最容易用吗 但是说这个如果从圆满的角度说呢 就是看净人而已 但是从我给你推荐的话 还是从就是我们一度门网站上那个次第往下看 就是我们是有网站 网站你要从开始从信仰学习修正这个区别 一直从我一开始那些 那其实是个次第来的 你要了知信仰修正学习佛法的区别 然后呢去看佛教史 去看佛学概论 去看修正讲义这些东西 这些一路往下看 这个是其实最加次第的 如果是你从来没看过的话 我建议你不要以为佛教史 很多人说看历史干什么 因为佛学来到这 已经传播了两千六百多年了 里边很多蒙派啊 因为而且是从印度传到中国 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啊 社会都不一样 传到了中国到今天两千六百多年 真的中派伶俐啊 众说蜂拥啊 你怎么能在很多的老师 不断的各种小道消息 大道消息 网络消息 微博微信这些里边 明确的知道称佛之路呢 不受干扰呢 你必须了着这个脉络 他在传播的过程中 是怎么封出来的 他又来到中国 又变成了多少蒙派 然后在传播的过程中呢 有出现了什么样的高声大的 他们在讲什么 了解了以后 这就是了解那个东西 不需要你背的 不需要就是刷过一下 你一定要过一下 然后呢 你才知道啊 你平时跟大家交流 跟一些佛友啊 在交流的时候 你知道他在说啥 不是他说啥 你都不知道 说哪一派你都不知道 每一派有偏重点的 了解以后 然后找到之前 然后去寻找一个 自己的老师路就可以了 还有佛学概论里边 有很多就是佛学里边 比较 比较你认为 就是学佛一定要了知的一些 概念基本的东西 那你要浏览一下 比如说 那学佛佛 我们是求佛的智慧 那宗教有什么作用啊 那佛教是不是不应该存在啊 那你是学经典 学佛的智慧啊 要那个行事干什么 那要么佛下都不重要 是不是 这些宗教的业 这些都是一定要搞清楚 那都在盖言录里边都给你讲 你都要简单的去浏览一下 然后信仰 信佛 学佛 和修正佛法 究竟里边微妙的差距在哪 你现在看到的是信佛还是学行 你马上就知道 他在做什么 修正佛法 你应该把支点在哪 地基在哪打 那学习佛法的地基 那信仰的地基 这三个是不同的 这些都要了解 如果你想修行 因为我这边 你在问我 我这边是实修道场 那我这边是最终是成佛的 那是走实证楼线的 那不是只是让你说是个佛教徒 所以我这边说 一开始在我的网站前 我都说你不是佛教徒 你也可以看看释迦牟你的知识 所以很多的形式都很简列吧 就是没有太多的形式上的框架的 那我是做最后这一站 是吧 那么你要了解 那么你才来到一个道场 你才不需此行 就是有实证 我们现在最缺的也是实证 实证呢 因为只有实修呢 你才能把佛的理路 用到生活里来 或者是 但是信仰也可以 他凭一个信 我就可以 我就一切交给佛了 我就那样 那我们信不彻底 因为绝大多数人是 我也信 但是信不通 一遇到切身利益的时候 佛就没了 就自我的利益 就完全就盯着自私了 很多东西我们 说我们纯粹无知 我们去直接信也可以 但是大部分人 如果我们不是白痴呢 我们一般都是办品子 上不上下不下 都是知道点不知道点 这个状态下 我就要学习 就是我们的心这个心 它如何通过修正或者训练 让它更有智慧和更强能大 一般佛学是通过禅定 来修悦心智 禅定呢 就是先 关闭你的一耳鼻舌生意 因为你的心智 不能够圆满 达不到最你要的那个状态 佛的如来的状态 是因为你的六根 六根障碍了你 因为那六根 以野界为真 你觉得你看到的是真相 但佛说你不是 你听到的是真相 但是真相 当你听到一个人骂你的时候 然后你的头脑里 产生了愤怒 产生了对他的怨恨 然后呢产生了种种想象 他肯定是想怎么样 所有的意念 他真的是那样吗 你妈妈骂你是那样状态吗 是不是 你很多的东西来自于自我 但这个自我来自于很多信息的干扰 而这种 就是我们太依靠 耶尔皮舌生意了 绝授 我认为这个是硬的 这是硬的吗 科学说 这个物质之所以硬 是因为上面这个物质 下面这个物质 中间有个排斥力 这个墙 互相排斥 所以它变成了 你无法穿越它 无法穿墙 是因为它排斥你 并不是它是坚硬的 所以 最后 当你看过 超越了这个力量不存在的时候 这个东西你是可以穿墙越壁的 所以所有的东西 都不是你的角色能感觉到 都是错的 就是说你的耶尔皮舌生意欺骗了你 所以你的心体验不到圆满的境界 那怎么训练呢 先把它关了 你的耶尔皮舌既然它欺骗你 它是个假的 好不要受它的影响的控制 看到的不是真相 听到的也不是 闻到的也不是 尝到的也不是 你认为美好的美食在天人嘴里 它就是阿障的 我们认为肉很好吃 那天人闻到肉臭不 那是腐丝啊 怎么人地吃腐丝啊 是不是 我们人为大便是臭的 那死克朗觉得很香啊 每天在滚啊 所以你没看到 没尝到真理 没看到真理 没闻到真理 没听到真理 那么如果你训练 如果是从训练的角度来说的话 关闭你的六个五 耶尔皮舌生意 去进入产地 忘我的状态 然后训练你的心 达到圆满的 这种状态 就这样 忘我是最好的 忘我其实就是 忘掉你的耶尔皮舌生 忘我的状态 但是我们一开始 进入忘我的状态 比较难 因为自我太强势了 我们时时地集中 尤其我们看到东西 我们就受影响 丑的美的 够的近的 你怎么能不受影响呢 你只要见到 你就受影响 这个桌子在这儿 你就走不过去 你看不到 可能还不知道你在 你走到那儿 你还没到呢 你就知道这块有障碍 你内心深处 会生起这些 你看到像 你就会生出这些像 而且对这个像的 它是物质的 它是硬的 我是过不去的 所以你没有生痛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不能穿越 就是这样 就是说你的 自我的认知 已经更生帝国 在每个细胞里 都互相 要解决这些认知 需要很长时间的修 就是忘我 忘我包括一个禅定的休息 你禅定上 你进入某种 好兴呼兴的状态 忘我 或者在某个定境 叫什么状态 还有在这个世界上忘我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世界 行菩萨道 要无我 让你无我 忘我 你利他 利他是 忘我和无我的最快能 你利他 你什么都利益 然后忘掉了自我的私欲和觉受 自我就开始清理 就孝顺了 你事实纠结的很紧 算计啊 纠结什么都很紧的话 你的自我始终在这儿了 那就是你 你所有的东西都是你 你就是执着的那些都是你 你强烈的认为这个东西一定是美的 这个是丑的 这是贵的 这个是贱的 这个是硬的 这个是软的 你强烈的执着认知 这个认知点就是你 就是我 你就不是别人 为什么别人认为这个好看 为什么你认为这个不快 别人认为这个是贵的 你认为这个是便宜的 等等 因为你跟别人不同 那就是你自我 这个自我要迫使 所以为什么佛法里边 一个是修禅定 在那个状态里边忘忘 一个是在红尘里边行菩萨道忘忘 两个都是让你忘我的 忘了我其实就不受 一耳鼻舌生意的影响 不受它的影响 你的本来的东西就出来了 那个时候心最圆满 圆满的智慧叫圆觉 过去里边 现在我们的觉就是我觉 现在我们的觉就是我觉 在这边 在这边 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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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非常好